我们今天唐使呢 我们要进入另一个时期 我们讲到五则天时期 五则天我实在想不出 它对唐朝的历史留下什么 可以作为一种标志性的政策措施 我们能看到它这个时期呢 实行了告密 酷吏政治 大量的对不忠于它的 或者不拥护它的官员 进行大规模的清洗 第二个呢 它打破了唐朝的用人制度 唐朝用人制度很严格 人事制度一定要严格 人事制度不能走什么双轨制 不能走什么破格提拔 必须按照一套很严格的制度来走 大家可能不一定意识到 一个国家常治久安呢 要有一个严格的制度来保障 这个制度首先要体现在人事制度上 所以实际上我们讲腐败 讲了半天 讲反腐败 讲了半天 所有的腐败源头都在人事的腐败上 人事腐败了 什么都腐败 所以人事是一定要坚决不能腐败 可是武则天时期恰恰就是在人事上面 出现了一个比较大的腐败 他把拥护他的人不根据官员考核 或者是选拔的规矩来 他直接就这么提 有人说武则天用了很多能干的人 闲人 比如说可以举出什么姚虫 宋锦 这些人在武则天时期都当过官 举了这些例子都忘了说 这些人在武则天时期当了官 但是在武则天时期都官到大牢里面去 最重要 最致命的一点 唐朝立国以后 他一直在走一种文化治国 以德治国这么一个路线 唐太宗时期的以德治国 我前几节课一再讲过 怎么以德治国 那么要以德治国 要文化治国 必须要保证有一个非常强的 素质很高的官吏队伍 这官吏队伍靠什么来选拔呢 那就是靠学校培养 靠科举制度 把这一些文化素质高的人 把它选拔出来 所以唐朝呢 这个科举是一个非常坚定不移的政策 我们可以看到 从唐朝立国开科举 到他灭亡那一年还开科举 把科举放得非常重 这是国家考试 国家选拔官吏的考试 可是呢 大家没注意到 就五则天统治时期 这个科举整整关掉十年 只有这个时期关掉 因为他不按照规矩来用人 按照给他写忠诚信的 按照什么这一种就提拔上来 所以不是按照正常的渠道 去选拔人 那五则天这个人 还比较精明强干 行政能力很强 所以呢 我们只能说他统治的时期 国家没有出什么大乱 虽然政治搞得很糟糕 这个白色恐怖 清晰告密 但是呢 国家没有乱 到了他下台以后 复辟了忠忠上来 忠忠锐忠 是他的两个小儿子 两个大儿子 看不惯他的做法 都被他弄死掉了 剩下两个小的 都被他瞎傻了 瞎成两个傻瓜 先后当了皇帝 忠忠当皇帝 皇后非常的凶悍 伟后非常凶悍 伟后也想当五则天 可是他不是五则天 不是这一块料 还有呢 一个女儿也很凶悍 女儿想当太平公主 她也不是太平公主 所以呢 这个政治就更乱搞了 所以最后呢 这个伟后和女儿 合起来 嫌这个忠忠的碍事 一把毒药也把他毒死了 想自己当皇帝 没当成 这个玄忠呢 发动了这个政变 所以这政权在过渡 从忠忠到瑞忠过渡 瑞忠比忠忠稍好一点 但是呢瑞忠很听太平公主的话 很听妹妹的话 这太平公主呢 五则天的女儿 长得很像五则天 相貌很像 性格也很像 能力也很像 也很强 所以瑞忠时期的宰相 绝大部分都是太平公主的人 官员提拔也都是太平公主的人 所以太平公主干政 这个最后也酿成了一个武装的冲突 到玄忠再一次发动政变 把这个皇位抢到自己手上 这就出现了玄忠的时代 也就是我们说的 唐朝要进入盛世开元时代 所以这么说吧 就是说从征官之日到开元 唐朝迎来了两个发展的盛期 中间出现了一个 从武则天到宗宗到瑞宗 一个低潮 我们如果画这么一条线 像U形线一样上来 开元为什么会做得好 我想介绍瑞宗当宰相的时候 玄忠请他出来主政 那么据说他向玄忠提出十条要求 要他当宰相可以 要按这十条来办 这十条 第一条 请盛政先人意 这就是打出了太宗的口号 要回到以仁义 以圣政 我们今天说的就是 要回到以德治国这个路上来 不能再乱搞了 不能再以政治帮派来划线 不能再搞那种清洗不择手段 按规矩以圣政 以仁义来施政 宽厚 第二个 请三数十年不求边攻 国家强大了 当皇帝的难免就想要动手动脚 在边疆上立一些边攻 特别是发动对外的战争 扩大版图 这个是最容易获得国内拥护 国内支持 但实际上 这个开战 在外部开战 即使是胜利 代价也非常的大 军费的开支非常的大 更不要说带来一系列的问题 军队打仗以后 胜利以后 如何安置这些军人 如何赏攻 以后驻军 这个被打下的地方 这个不安宁 如何去平定 一系列的问题 唐朝有很多的教训 汉武帝开边 这曾经把汉的版图 开到非常的大 开到最后 汉朝差点就完蛋 幸好汉武帝这个人 是中国历代皇帝中 少有的 极有自信 敢与承认错误 所以晚年下了轮台罪急躁 宣布说我错了 以后改正 回去 回到原来的人正上面去 别的皇帝都做不到的 所以你看像隋阳帝 他打高利 打不赢面子下不来 死不认错 把国家打垮了 是要一个皇帝 向全国人民坦诚说 我犯错误了 这个很难 所以这个边疆一开战 后面的问题非常大 是要求呢 实际上是要求 唐玄宗把精力放在内政上 不要想在唾江开土 这个方面动什么脑筋 第三 请忠观不欲公事 不要有宦官干政 不要 这一条当时候 这宦官干政问题 其实是不突出 唐朝立国以来 对宦官是管得比较紧的 到武则天时期 武则天虽然是一个女皇帝 按照以前女皇帝 有很多不方便 所以他身边 靠一些身边的人 出来传达他的旨意等等 但是实际上武则天 在政治方面是很勤快的 很勤政的 我们也看不出 武则天时代有用多少宦官 倒是有用了不少面手 那跟宦官是两回事 这一条他提出来 我们就先把它放着 第四条 请国亲不认台审官 国亲 皇亲贵族 不能因为是国亲 就让他们当台审官 这是什么呢 三审六部的主官 高级官员 不能任人为亲 不能用皇族来 这个情况 我们可以看到 武则天时期就非常突出了 武则天上来以后 对李家进行大规模的清洗 李家的人杀了很多 没杀的也流放到边疆去 所以玄宗有一个兄弟 玄宗是兄弟 兄弟的关系很好 很讲亲情的一个皇帝 他不到下朝的时候 经常和兄弟在一起 喝酒玩耍 其中有一个兄弟 特别灵 他说明天要下雨 明天就下雨 说明天要刮风就刮风 大家都以为他是神 天气预报 后来问他 你怎么预测的这么准 他说了一段极为心酸的话 他说当时候武则奶奶 武则天时奶奶 他的亲孙子 当皇帝的时候 把我给流放到边疆去 流放到那里还没关系 每年派宦官来视察一遍 宦官一来就把我拉出去 仗打一顿 打得浑身都是伤 骨头都打坏了 所以一要变天 他骨头就酸痛了 所以他变成天气预报 你就知道 这个姓李的李家人 在武则天手里 那是很苦的 他自己两个儿子 亲生的两个儿子都弄死掉了 剩下两个 后来忠忠 瑞忠 都被他吓傻了 这个妈妈太凶悍了 但是他大量用武家的人 他称帝是以武家的身份称帝 所以他把国号都改 把唐改成周 所以他想传位 所以要传给武家 所以大量用武家的人 后来是有大臣劝他 说你算了吧 你还是回到李家去 因为按照中国的这个 祭祀传承来说 你立武家人 以后武家人当皇帝 在这个国家的祖庙里面 是没有你的位置的 因为中国的祭祀 祖庙里面是没有妇女的牌位的 所以你连牌位都没有 所以你不是白干吗 你如果是李家的人 那么你还可以附在高宗身边 你好歹还是高宗的皇后 武则天听的也有道理 所以要记住 武则天最后死的时候 临终遗诏 就是跟高宗合葬 作为李家媳妇合葬 卑不立文字 任人平说 所以他死的时候还是蛮清醒 所以这开了一个很坏的风气 用自己皇亲国旗 那中中瑞中就不要说了 大量用皇亲国旗 那么现在就说 不能用皇亲国旗 同时要把什么呢 把这个什么叫做协封官 协封官 还有代却 代却官 原外官 原外官 这些都要求全部罢免 全部罢免 这什么官呢 协封官跟当时候有名的协封官跟末次官 都是找到皇帝的关系 找到什么太平公主的关系 什么伟皇后的关系 打个白条的官 打个白条 拿着白条就到组织部去 到吏部去 你看皇上批了呀 一个官就来了 这种官封得非常多 中中瑞中时期 这种官是成千成千的打出来 所以这个时候呢 中中时期卖官就非常的严重 这个白条不是随便打的 一个官三十万到五十万 按官位高低 拿钱来 拿钱来皇上手写一张白条 就当官权 还有什么待却官 没有这种官 给你当个县长 县长有人在 你等待着吧 等着当候选吧 也是一种官 原外官是编制之外 原外官 要去把它废掉 废了没有 实际上还是没废 我们看到 玄宗时期呢 还有很多 这种的官 比如说 汉林代赵 汉林是 唐玄宗时期设的一个机构 这个机构很有趣 我最早在 读汉林这一段的时候 我拿地图来读 我就发现 汉林是一个蛮有趣的 他比如说这个皇宫 皇宫 皇宫城 围墙围着 围墙是好几道的 为了安全的 好几道墙围着 那么 这个居住的地方 除了皇帝以外 都是皇帝的妃子 是吧 还有宦官 所以呢 男性是不能进去的 进去以后 要生出个孩子来 那是算谁的 这个古代又没有DNA 验不了 所以呢 是不能去的 不能去呢 皇帝呢 有时候 忧国忧民 半夜想起国家的事情 要办公务怎么办 没有人帮他办 因此呢 玄宗弄了一个汉林院 汉林院呢 理论上说 都是能写的 要难的 文才好的 帮他起草很多文件 必须随教随到 所以呢 后来玄宗想了个办法 在家墙里面 搭了一个平房 我们看青宫片 就看到两道家墙 是吧 两道家墙 红墙 那个过道 搭个平房 住在这里 所以呢 这个墙你是进不来的 又不在这个墙外 所以这种官呢 你看它的位置 当时我拿地图来读 我读了觉得很开心 我这种官就是 名不正言不顺 对不对 这个是很古怪 这个汉林院理论上 是皇上忧国忧民 这个半夜要办公 谁叫谁到的人 但是呢 这皇上又多才多艺 什么下棋 斗鸡 什么斗狗 这些无所不能 无所不能也弄几个人 来跟他玩玩 对吧 总不能整天跟那些宫女玩 宫女都不是他的对手 没得玩 这都弄几个能玩的弄来 这种人放哪里 也放这里 什么官呢 什么名分呢 为什么住在这里 汉林待兆 这些官名就出来了 他到汉林院上班 什么官没有 待兆 等待皇帝 叫你干什么干什么 这也变成一种官 这种待招 待倦 差不多的 圆外 什么叫圆外 编制外 对吧 应该是流内 流外 流外官 圆外官 这种编制外的官 之类的 而中国的官名 官越大 名称是越差 到唐朝为止 这个官还是正儿八经的 还有一个像样的名称 到后来就越来越不行 特别是明清时代 明清朱元璋 搞起专制来了 宰相也废了 叫做什么 学士 学士变成宰相 到后来 清朝 叫做南书房 行走 后来 你去看北京 那个故宫 故宫 这个太极殿在上面 皇上的殿 都要比地高出很多 所以先搭个台子 两层楼那么高 上面在一个大殿 这下面这个台子 楼梯下面 挖几间平房 上海就叫做庭子间 那三间平房 就是军机处 然后当什么官 军机处行走 在清朝晚年 后期军机处行走 就是最大的官 就是宰相总理 所以你看 清朝的官 到后来 中国走专制 专制到最后 他把所有的官员 就当做皇帝的奴仆 换过来 吆喝来 吆喝去 让你行走 能够住到 那个庭子间里面 那就是大官 继续 我们 下山 我们 我们 在家 出门 这边 风